婚礼现场,女友白月光问女友,如果我抢婚,你愿意和我走吗?女友坚定回答,我愿意。 全场一片死鸡中,女友才反应过来,连忙和我解释,彭远,我只是开个玩笑,你不要当真。 我笑着回答,别啊,我还打算祝你们早生贵子,何家幸福呢?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,全场瞬间安静,所有人的目光这一刻全都集中在我身上,其中有惊讶,有意外,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,所有人都知道,严肃肃就是我的命,我根本就不敢造次,他们估计认为。 此刻我也只是放放狠话,试图挽回一丝颜面,可一旁的严肃肃,却变了脸色,不顾身边人的阻拦,端起一杯酒,用力泼在我的脸上,彭远,你是不是有毛病? 我都说了,我不过就是开个玩笑,大喜的日子,你说这种话是想恶心谁? 我真后悔答应你的求婚,这么多年,你依旧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。 酒水顺着我额前的发烧低落,此刻的我看上去就像一只落水狗一般狼狈,严肃肃被我宠坏了,宠得无法无天,只要心情不好。 不论什么场合,不论有没有外人在场,对我想打就打,想骂就骂,将我作为男人的尊严,践踏在脚下,也许这次,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,是认为我会像以前一样,乖乖认错,看到我这么狼狈,他没有任何慌乱,反而抬着下巴,趾高气扬的,等我向他道歉, 讲真的,恋爱谈成我这样,说出去敌,却很丢人。 我拿过一旁的手帕,擦了擦额头上的酒水,声音不带一丝感情,你们俩也算有情有义,郎才女貌,为了爱情,甚至不惜在婚礼现场演一出苦情戏,我要是拆散你们,岂不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。 正好,今天这顿酒席,就当我送给儿围的祝福,祝你们白头偕老。 我拿起酒杯,冲苏锦川举了举,苏锦川,恭喜你,终于得偿所愿了。 谁都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,包括苏锦川本人,他本意可能只是说,在我大喜的日子狠狠隔应我一下,可没想到最后被嫁起来的却是他自己,彭,彭远,你说什么呢? 我和苏锦从来都没有什么,只是,只是好朋友罢了,你要是开不起玩笑,我跟你道歉不就行了? 严苏锦哪里,舍得自己的白月光,在我面前委屈求全。 像是护独自的母老虎一样,挡在苏锦川身前,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,那种由内而外的厌恶,让我心里微微刺痛,似乎我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一般,好好的婚礼让你搞成这样,你满意了? 还不赶紧给我道歉,不然,我死都不会跟你结婚。 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泛红的脸颊,我心底一片冰凉,到底是谁毁了一切,这么多年,我对他所有的付出,难道还比不上所谓的白月光的几句话,我的未婚妻都要跟别的男人逃婚了,我还得装作大度。 装作无事发生,眼看着他又要开口,我直接打断他,不用,既然你们两个有情有义,我就干脆成人之美。 说吧,我直接拿起外套和车钥匙,静止离开,也许是没想到我会丝毫不给他面子,严肃肃彻底怒了,在我身后暴跳如雷,彭远。 你要是今天赶出这个门,我就跟你离婚。 我的脚不停顿,严肃肃以为我怕了,立刻得意起来,怕了。 怕了就自己滚回来,给锦川跪下认错,可我只是转过身,笑得一脸讽刺,好啊,回头民政局门口见,谁不来谁孙子。 说吧,我摘掉手中的订婚戒指,随手放在一旁女服务员的托盘上,而后静止离开,我虽然很爱严肃肃,但我不是绿帽王八。 这两人能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说出那样的话,就差没承认他们出轨了,我还要笑着配合,或许是我对严肃肃的爱已经让这份感情变得畸形,以至于他放肆致死。 既然如此,倒不如干脆放手,我和严肃肃的婚礼中断,连带终结的,还有我与他长达五年的爱情长跑,严肃肃的父母可能是碍于情面,带了一些礼物登门,想要说情,但是却被我爸妈愤怒地赶了出去。 我也没有见他们,只是在房间里,一张张地删除着我和严肃肃的照片,心寒嘛。 当然,我很早之前就知道,严肃肃心中最爱的人不是我,是苏锦川,只是过去的七年时间里,我以为自己可以用爱将严肃肃感化,让苏锦川成为插曲,可婚礼上,苏锦川出现了,还是那么英俊,帅气十足。 严肃肃给我的解释是,他是今天的特要嘉宾,专门来为我们送上祝福,只是没想到,祝福的内容却是那样的,叮咚,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,是我的银行卡。 刚刚被扣款三万块,不用想,我也知道这是严肃肃在报复我,他的银行卡绑定了我的账户,这是他一贯的作风,只要心情不好,就用我的钱疯狂消费。 最严重一次,仅仅一个晚上,他就消费了将近二十万,可当我追问起来时,严肃肃却觉得理所应当,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他的舔狗,包括他自己。 舔狗为心目中的女神多花点钱,不是理所当然的吗?换成过去,我可能不会追究。 可现在,这个冤种我当够了,既要和自己的白月光苟且,又要花着我的钱,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? 没有丝毫犹豫,我直接打电话给银行,将他的账户停掉,放下手机不到半分钟,严肃肃就开始对我进行口诛笔伐。 彭远,你想不想过了?不就是花你几个臭钱,你竟然停了我的卡? 赶紧给我恢复,我还等着结账呢。 我刚要说话,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苏锦川的声音,这点钱都不愿意付,这男人,嘖嘖,我一下子恍然,难怪短短几分钟就花了这么多钱,原来是在用我的钱来讨好那个那人。 请你注意,你现在不是我的妻子,也不是我的爱人,我的钱,怎么想都不应该给你用,他既然那么爱你,肯定会为你买单的吧。 也许是没想到,我会让他难堪,愣了几秒后,严肃肃压着声音斥责,你怎么那么小心眼? 锦川说得对,你就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。 呵,张口紧穿,闭口紧穿,他似乎忘记了,这些年,是谁将他当公主一般呵护,是谁让他可以无底线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,可在白月光面前,千错万错,都成了我的错。 这么多年无怨无悔的付出,哪怕是条狗,他都会冲我摇摇尾巴,但事实就是,不爱你的人,就是不爱你,我直接挂断电话,转头开始投入工作当中,不管这场婚礼多难堪。 可生活总要继续,本以为这件事情,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化,可我还是低估了这两人的无耻,婚礼结束后的第三天,我接到了朋友的消息,哥,你快看严肃肃的朋友圈。 朋友的语气当中带着愤慨,这让我有些好奇,直到点开严肃肃的主页后,我才知道他生气的原因,那是一张严肃肃和苏锦川相拥的照片,还配了文案,相爱可抵人间万难。 在两人的手上,还各自戴着一枚刺眼的钻戒,我想,我知道那三万块花在哪儿了,更重要的是,照片的背景,分明是酒店的浴室,而严肃肃身上穿着的,也分明是酒店提供的浴袍,胸前甚至有着酒店的logo,看着严肃肃脖子上清晰的草莓印,我有些震撼, 这两人的无耻,简直超越了我的想象,三天前,严肃肃还在我们的婚礼上招待宾客,三天后,她就在宾馆和别的男人颠乱捣缝,速度之快,不免让人咋舌,尽管心中对那个女人已经死心。 可真正看到这一幕,我还是忍不住有些心酸,那可是我爱了五年的女人,我们有过美好的时光,当年的她漂亮,聪明,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, 而我除了家境比较好之外,跟那些默默注视着她的追求者没什么两样,苏锦川和我们是同一所学校,和我不一样,他很有才情,加上外貌俊郎,是很多女生暗恋的对象, 也因此,这两人是学校公认的金童玉女,只要出现,无一例外,就是最靓丽的风景线,那时候虽然遗憾,但我从没有奢望过能和严素素这样的女神在一起,只要能够远远看着她我就很开心了,不出意外的话,她最终会是我青涩学生时代的一抹遗憾,可意外偏偏降临了, 毕业后没多久,严素素家生意失败,让她一夜之间跌下云端,甚至一度靠着贷款度日,苏锦川的家庭也不算差,因此,她的父母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她娶回家的,是个负债累累的女人,二人也就此分开,有天夜里,我接到了严素素的电话,电话那头,她哭得很伤心, 我不顾手头的工作,连夜赶到她家里,听她哭诉这段时间的委屈,后来,她主动脱光衣服,钻进我怀里,表示愿意把自己给我,前提是,我得拿出一笔钱,帮她家渡过难关,少年时代的女神主动所爱, 我当然无法拒绝,尽管这份感情并不纯粹,但我依然爱她如命,因此,在交往的过程中,我几乎会答应她所有的要求,那份不纯粹的感情,也在我日复一复的努力下,慢慢变得纯粹, 本以为一切即将步入正轨,可苏锦川却突然从国外回来了,我从严素素口中得知,苏锦川的父母在国外旅游时发生了意外,不幸逝世,这样,阻挡他们在一起的最后障碍没有了, 事实证明,两人重逢的这一刻,就像是野火燎原,一发不可收拾,只是我依旧不愿意接受,严肃诉她,就真的这么迫不及待,在她心里,我们彼此的五年,就这么不值得留念,带着这样的疑惑,我在那张照片下面评论,用原配的钱,去讨好小白脸,你的良心呢? 可很快,我的评论就被删除,与此同时,严肃诉发了条信息过来,字里行间满是讽刺和不屑,用你的钱是你的荣幸,还有,我告诉你,锦川才是我的原配,你就是个舔狗罢了,想上位,做梦? 哦,对了,还有事情忘了告诉你,我俩开房的钱,也是从你卡里出的。 我默默放下手机,只见因为用力而钻的发白,我不知道严肃诉的心,到底有多冷,才能说出这样的话,我甚至可以想象到,说这话时,两人在屏幕那边,是如何嘲笑我的,我早就该明白,这份感情早就烂透了,只是我自己还不愿意放手罢了,沉默许久,我回复了句,祝你们幸福。 而后将他的联系方式删除拉黑,开车回家,本想收拾一下行李搬出去,可刚推开门,眼前的场景就让我有些不适。 沙发上,严素素和苏锦川二人,有说有笑的粘在一起,沙发空间明明那么大,两人偏偏就要挤在一起,时不时还为对方口中投喂一些零食,甜蜜的样子,俨然将自己当作了房子的主人。 我气得差点一口气,没喘上来,冲上前一脚,将茶几上的零食踢飞。 严素素,你不要脸,也要有个限度吧。 你在外面爱怎么玩,我不管,但你不能带到家里来。 严素素倒是有恃无恐,你这么小气干嘛,锦川太久没回国,人生地不熟,我让他在家里住几天怎么了? 你能不能别老是那么龌龊,我俩纯有意。 我气笑了,我龌龊,跑去开房都不必忍了,还特么纯有意,床上的有意,我懒得跟他在这种话题上纠缠,既然你回来了,就把话说清楚,这栋房子虽然是我买的,但是既然你这么想要,那就留给你,正好我也闲脏。 找个时间,我们去把婚离了,以后你就放心追求你的真爱,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 说完我就准备离开,严素素不淡定了,他还以为我是那个任由他拿捏的舔狗,以为说两句好话就能糊弄过去。 可看到我丝毫不留恋的转身,他终于慌了,在一起这么多年,他头一次向我低头服软,好了。 这次受不对,我跟你道歉行了吧? 道歉都是这样不耐烦的语气,我摇摇头,这些年我太纵容他了,以至于他似乎忘记了,自己是靠着谁才能风光到今天,见我不领情,严素素的公主脾气上来了。 彭远,你以为你什么东西?当初老娘,要不是看你有钱我会跟你在一起吗?离开我,你就是个屌丝,死舔狗。 这幅高高在上的模样,仿佛能给他花钱,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施舍,可是我已经不想再卑微的去祈求他的爱了,身后大门关闭,一同隔绝的,还有严素素那激烈的咒骂声,看来他很清楚,我要是真的离开,他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。 这些年,严素素家的资源,以及他维持奢侈生活的钱,都是我家给的,婚礼上闹得那么难堪,我爸妈自然不会再顾及什么旧情,没了我家的帮助,严素素家的生意再度一落千丈,他的经济水平自然也直线下滑,如今,他只能靠那份月薪四五千的工作为生。 按道理来说,维持生计并不难,可已经习惯大手大脚的他,怎么可能接受平淡的生活,大概过了半个月,严素素出现在我的办公室,脸上满是笑容,我一时间有些恍惚,以为之前发生的一切是幻觉。 但是,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苏锦川回国前的那段日子,严素素手里提着购物袋,是一套高定款的西装,哥哥,马上换季了。 我给你买了衣服哦,这可是我在商场逛了一下午才挑好的,你快试试。 换成以前,我可能早就满心欢喜地接过来,可现在,我丝毫没有想动一下的意思。 严素素脸上浮现一丝尴尬,主动拿出衣服走过来,就要往我身上套,试一下吗?我是按照你的尺寸买的。 我连忙制止他的动作,伸手接过西装,看着他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,我的心底还真涌出一丝丝愧疚。 但当我看到衣服上的尺码后,那一丝愧疚荡然无存,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寒意。 这尺码比我的身材足足小了两号。 不像是我的体型,倒更像是苏锦川的尺码,我也瞬间明白过来,所谓的逛了一下午,不过是二人约会,顺便买了两件衣服打发我。 这样一来,又能将金主牢牢捆绑,何乐而不为,这衣服的尺码不合适。 我随手将衣服丢回去,严肃肃一愣,自言自语道,不可能啊,锦川明明,像是意识到自己说漏嘴,他猛地抬头看向我。 彭源,你听我说,可我已经没有耐心再搭理他了,说再多不过是狡辩,浪费时间罢了,严肃肃不耐烦了,一直以来都是我讨好他,对他摆一摆顺,给我买衣服。 在他看来,已经是自己做出最大的让步,见我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,严肃肃终于爆发,狠狠将衣服甩在地上。 彭源,差不多行了,我都道歉了,你还想怎么样? 我抬眼,淡淡道,你如果真的想道歉,其实很简单。 是吗? 严肃肃眼睛一亮,你说,只要你原谅我,无论什么,我都跟苏锦川断绝联系,再也不要有任何交集。 严肃肃愣住了,嘴里的话也没能继续说下去,我叹了口气,早就知道会是这样,看了看时间,我下了逐客令,严小姐如果没有其他事,就请便吧,我还有个会要开,是赔了。 严肃肃慌了,冲上来抓着我的胳膊。 不,你别走,你答应过我的,你会守护我一辈子,你不能反悔。 我看着他的眼睛,心中没有丝毫波澜。 当年你也跟我保证,不会再和苏锦川有任何瓜葛,你做到了吗? 他愣住了,低着头哑口无言,半晌后,他拿起包和衣服,默默离开,或许是我的态度太坚决,也有可能忙着和苏锦川甜蜜。 严肃肃足有小半个月的时间没来纠缠我,我也终于难得清静了一段时间,虽然严肃肃一直在逃避离婚的事,但我相信苏锦川会比我更着急。 可我是高兴了,有人却睡不着了,我妈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,逼我去相亲,老人家一把年纪,只想能在有生之年抱上孙子孙女,在家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,可偏偏我的婚礼告吹,到手边的孙子废了,老太太急坏了,我实在敷衍不了,只能答应见一面,这样也好交差,坐在餐厅里。 我难得有些紧张,心想一会儿该怎么跟对方说明自己是被逼着来的,你好呀,新郎官,又见面了。 一道俏皮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。 我一愣,抬头一看,面前的女人很眼熟,但却换了身干练的职业妆,俏皮的大眼睛眨呀眨,一时间,我竟差点认不出来,是你。 故人重逢,竟然在这种情况下,这倒是让我意外莫名,沈佳怡,你怎么会在这里? 她五嘴连连,在我对面款款坐下,这不怕某人失恋后,伤心难过,正好我妈推你的照片给我相亲,我就来安慰一下了。 相亲对象竟然是年少时候的同桌,这个惊喜,我还没有缓过来,可很快,我心头就浮现一丝疑惑,你怎么知道我婚礼的事情? 沈佳怡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,你猜,我仔细思索了一番,摇了摇头,真是个笨蛋。 沈佳怡嘟了嘟嘴,从包里掏出一枚戒指,那竟然是我当时的结婚戒指。 我愣住了,眼前人的身影和当时女服务员的身体慢慢重合,你是当时的服务员。 Bingo,沈佳怡打了个响指,可是,为什么? 我不明白,沈佳怡的家境和我家不相上下,怎么会去当服务员呢? 怎么说呢?或许是为了弥补一下年少时期的遗憾吧。 沈佳怡嘻嘻一笑,可这别有深意的话,却让我脸上有些发烧,好在,沈佳怡并没有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取笑我。 我们聊起年少时期的事情,那时候的沈佳怡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温柔,一言不合,就扬着拳头,冲我耀武扬威。 我当时经常埋怨,你个母老虎,以后看谁敢娶你。 她却毫不在意,没人娶我就打你一辈子。 反正你抗揍。 行行行,我娶,我娶行了吧。 谈今往事,我心中一时间思绪纷飞,当年我爸妈还要帮我,跟你订娃娃亲呢,谁知道被严肃肃截胡了。 沈佳怡笑了笑,眼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思绪,我没有接话,如果不是严肃肃,恐怕我们真的有机会走到一起。 可多年过去,物是人非,加上我又刚离婚,谁知道沈佳怡会怎么想。 然而下一秒,我听到她小心翼翼开口,我今天之所以赴约,只想问你一句话。 她看着我,眼中光滑流转,当年你说娶我的话,还算数吗? 我脑海中仿若有雷霆滑过,心脏也剧烈抽搐,仿佛下一秒,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 我,彭远,你怎么在这儿? 严肃肃不知道为何出现在这里,怒气冲冲地冲到我身边,指着沈佳怡的鼻子破口大骂,这个贱人是谁? 我说好端端的,你怎么非要跟我离婚?原来是为了这个臭婊子,我哪里比他差? 我们五年的感情,你就为了一个贱人说,抛弃就抛弃吗? 咖啡厅内其他客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我们身上,可能在外人看来,这俨然就是一副原配抓小三的戏码, 看向我的目光里,大多都是嘲讽和鄙夷,我被这个疯女人搞得不耐烦了,起身回对,严肃素素,你还要不要脸? 我们已经分手了,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? 另外请你别忘了,当初是你先跑出去,跟引男人开房,还发朋友圈,生怕别人不知道,你才是那个真正的贱人。 严肃素素被我骂得火猫三丈,可又无从反驳,只能将矛头对准一旁的沈嘉仪,你看上去人模人样的,干什么不行,非要勾引我老公,你家里人就这么教育你的吗? 真丢脸,我本来不想把沈嘉仪牵扯进来,但我似乎忘记了,沈嘉仪当年可是出了名的小辣椒,只见她冷笑一声站起身,不懈地扫了眼颜素素,珠唇清晰,颜素素小姐, 首先,我爸妈教育过我,要做一个自尊自爱的女人,在这一点上,我想你,作为一个婚内出轨的女人,似乎没有资格质疑我吧。 另外,你婚礼上为真爱怒斥原配的表演,算得上是满城皆知,我真搞不懂,你怎么还有脸出现? 怎么?离开男人,就活不下去了。 一句句阴阳怪气的话,像是一根根钉子般。 直接在严肃素素脸上挖坑,她气得浑身发抖,指着沈嘉仪的手指一个劲儿哆嗦。 彭远,你,你居然纵容这个贱人来骂我,我一把打开她的手,义正言辞地开口,首先,不许你一再骂我朋友。 其次,我不希望从你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,我贤脏。 见我这般维护沈嘉仪,颜素素再也嚣张不起来,双眼通红地看着我,眼泪不停地打转,那模样要多可怜,有多可怜。 好像当初出轨的人是我一样,我不觉得同情,甚至觉得反胃,当初我不是没希望过她能回头看我一眼。 她不屑一顾,现在又跑到我面前装什么深情,没有人有义务,一直等候在原地,即便在深的爱意,也会被时间消磨的。 苏锦穿不知何时,走到了颜素素身边。 想要开口,但在我警告的目光中,还是明智地一言不发,我拉起沈嘉仪的手转身离开,出门前,身后的颜素素突然崩溃,冲我大吼。 彭远,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吗? 我脚步一顿,冲身旁眼神复杂的颜素素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,而后转身直视颜素素的双眼。 没有可能了,颜素素,一份变质的感情注定走不长久,你既然做出了选择,就要承担那份选择带来的后果。 颜素素贪婪倒地,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,那天过后,颜素素同意了离婚。 从民政局出来那一刻,我只感觉全身轻松,面对颜素素通红的眼眶,我只看了一眼,就牵着沈嘉仪的手离开,我没有回头,也不会回头,可能因为互相吸引。 我和沈嘉仪的感情快速升温,毕竟认识了这么多年,还是有一些感情基础的,再加上我们俩家门当户对,家里老人也很是同意这门婚事。 聊起当年娃娃亲的事,全都笑得合不拢嘴,我和沈嘉仪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,整天都腻在一起,好像有说不完的话,这天,我陪她到商场购物,在装柜前,沈嘉仪看上了一款项链。 准备尝试时,我耳边听到熟悉的声音,你什么意思?看不起我是吗?我有的是钱。 一回头,我看到严素素的身影,她看上去憔悴了许多,身材也有些发胖走行,尤其是小富,圆润了很多,跟以前美若天仙的那个人,简直天差地别,俨然一副中年妇女的模样。 此刻她正站在柜台前,指着导购小姐的鼻子破口大骂,导购小姐一脸尴尬,几次想要解释,都被严素素的话堵了回去。 身旁的苏锦穿碍于面子,在她身边一个劲儿的小声劝阻,但严素素非但没有收敛。 反而越发激动,你为什么替这个贱人说话?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? 苏锦穿气的直咬牙,丢下一具神经病之后,独自一人快速离开,严素素也不挽留,继续跟导购小姐纠缠。 尤其是在注意到我和沈家仪之后,她的态度愈发嚣张,这可是我老公给我的卡,怎么可能没钱?我看你这导购也是不想干了,店长呢?我要投诉。 导购小姐都快哭了,举桌手上的POS机一脸无奈。 小姐,上面确实提示余额不足,我不可能放着生意不做的,对不对? 但严素素显然管不了那么多,依然喋喋不休的争论。 沈家仪看不下去了,正好她是金融类的工作,上前用软件输入银行卡号一查,13块1毛4,看到余额,严素素哑火了,脸色鲜红厚白,嘴里不断喃喃。 怎么可能呢?怎么会没钱?沈家仪抿了抿嘴,默默将卡递了回去。 这时,首饰店的店长匆匆赶了过来,了解前因后果后,也是毫不客气的讽刺。 小姐,没钱这个问题,不是本店导购员能够解决的,这个我建议你可以去银行问问。 严素素脸色立刻变得通红,指着店长拟了半天,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 我也懒得继续看戏,拉着沈家仪就要离开,可没走出多远,严素素就追了上来,伸出有些臃肿的右手,无名纸上赫然套着一枚戒指,上面的钻石一眼看上去,足足有十颗拉左右。 彭远,看到了吧,锦川送我的,这才叫男人,不像你,严素素顿了顿,一脸不屑地看了眼沈家仪光秃秃的无名纸。 眼中讽刺意味更浓,连个钻戒都舍不得卖,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抠门。 我和沈家仪对视一眼,摇头轻笑,我们二人的家庭都有设计珠宝生意。 严素素钻戒上的钻石一点光亮都没有,从侧面看更是薄得像纸一样,挣了八斤的钻石,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么差的品质,除非一切尽在不严重。 当然,我不可能开口提醒,因为无论怎样,他都与我无关了,见我俩不说话,严素素更加得意,从包里掏出请柬硬塞给我,下个月我们结婚,看再相识一场,记得来喝一杯啊。 我原本想要拒绝,可沈家仪却一把抢过答应了下来,好啊,我刚好想吃起,不见不散。 我只能无奈点头,严素素脸上的笑容僵了僵。 可能一开始,只是想借此机会恶心一下我俩,但是没想到沈家仪居然答应了下来,但要是把请柬拿回去,他又丢不起这个人,纠结了一会儿,冷哼一声,扭着腰离开了。 等他走后,我看着摆弄请柬的沈家仪,有些哭笑不得,真去啊。 去! 沈家仪皱了皱可爱的小鼻子,露出一对小虎牙,当然要去,不去怎么见证这一对金女玉童? 是金童玉女。 婚礼当天,我和沈家仪按时赴约,看着眼前的农家乐,我第一时间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。 要不是门口摆着两人的结婚照,我都打算直接离开,也不知道苏锦川是怎么说服严肃肃,放弃奢华场面,要知道当初我跟他结婚,光是酒席和现场布置就花了将近三十万。 想到这儿,我竟然有些佩服苏锦川,进到屋子里,我又忍不住感慨一番苏锦川,牛逼。 先不说屋内充斥着一股动物粪便的味道,光是那泛黄的墙皮,以及有些发霉的桌子,就让人丝毫没有任何胃口,沈家仪仪坐下,掏出纸巾,有些嫌弃的擦了擦面前的桌子,看着发绿的纸巾,他的眉头皱得更深,宠我无奈苦笑。 早知道不来了,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这么一个地方,这里的东西搞不好比我爷爷岁数都大。 我没忍住无嘴笑出声来,这妮子说话,永远都带着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,旁边的其他客人见状,也连忙掏出纸巾,擦拭自己面前的桌子,生怕一会儿吃饭吃进去什么不干净的东西, 很快,一名梳着油头的司仪走上台,开始慷慨激昂的主持,什么天作之和,什么狼情惬意,总之,什么好听说什么。 但是这两人那点破事,当时也算闹得满城风雨。 台下都是亲戚,更是了解得清清楚楚,对于司仪那长篇大论,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怪异的神色,严肃肃的家人亲戚更是低着头,脸上满是尴尬,我摇了摇头,所谓的婚礼。 不过是那俩人坚情的遮羞不罢了,这场寒酸至极的婚礼也印证了我和沈家仪一开始的猜测,苏锦川根本不爱严肃肃,也就根本舍不得为他花钱。 很快,新郎新娘入场,严肃肃一身雪白的婚纱,在亲戚的簇拥下缓缓入场,没走一步,他脚下的台子都会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,我甚至担心。 他一会儿会不会直接掉下去,这就是他宁可舍弃尊严,抛下面子也要追求的爱情嘛,我不理解,整个现场唯一亮眼的,可能就是他身上的婚纱,在灯光的照耀下,犹如丝绸般光滑,严肃肃昂首挺胸,看到人群后方的我和沈家仪之后,高傲之色更浓,仿佛一只斗圣的公鸡,可偏偏这时,意外发生。 就在即将抵达舞台中央时,婚纱的托尾似乎被什么东西挂住,随着刺了一声,那件看上去无比华丽的婚纱瞬间撕裂,长长的裙摆在众目睽睽下掉落,竟然是拼接的。 这下严素素傻眼了,手忙脚乱的呵斥身边的伴娘还愣着干什么,还不赶紧给我安上去。 今天可是我的婚礼,不能出意外。 一旁的伴娘估计也是知道她那些破事,听到婚礼二字不屑地翻了个白眼,呸。 还婚礼,一只破鞋,还当自己小白花呢,烂货。 严素素脸色刷得一下变白,嘴唇颤抖着,似乎想说些什么,可台下众人不屑的眼神让她变得慌乱,只能一个劲呼唤苏锦川的名字。 老公,你干什么呢? 苏锦川? 有人欺负你老婆? 苏锦川黑着脸上台,套出一个红包塞给伴娘,这才将风波平息,但这场婚礼已经毁了,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 可严素素显然不这么认为,在劣质音响的噪音中,她眼含热泪,走到苏锦川面前,终于能嫁给自己的白月光,想必她此刻是极度开心的吧? 毕竟她马上要成为对方名正言顺的妻子了。 就在双方交换戒指时,婚礼现场的大门被一脚踹开,巨大的动静让在场所有人纷纷扭头,台上二人自然也不例外,门口站着一个脸色蜡黄的肥胖女人,身旁还牵着一个看上去三岁左右的孩子。 看清楚来人后,苏锦川却是脸色骤变,你,你怎么在这儿? 女人还没说话,孩子就率先开口,爸爸,爸爸,你去哪儿了? 彤彤好想你。 一边哭,一边摇摇晃晃的扑向苏锦川,这下一旁的严素素崩溃了,直接挡在苏锦川面前冲扑过来的孩子呵斥,哪里来的野种,瞎嚷嚷什么。 胖女人一听不乐意了,看向严素素的目光宛如脆了毒一般,你才是野种。 这是我和锦川的孩子,我说她破产以后怎么突然不见了,原来是和你这贱人私混在一起。 我们有结婚证,你这是重婚罪。 我倒吸一口气,这信息量有点大呀,反应过来的严素素恶狠狠地瞪着苏锦川,怎么回事? 你不是跟我说你是为了我才回国的吗? 苏锦川此刻估计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,低着头,躲避着严素素的目光,这种逃避的态度让严素素更加恼火,就这苏锦川的衣领咆哮。 你这些天吃得住的都是我花的钱,你居然还骗我,你,你不要脸。 说完,一爪子直接在苏锦川脸上留下几道血印。 这下苏锦川也恼了,指着严肃肃的鼻子大骂,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? 和彭远在一起的时候就跟我上床,要不是你怀孕了,老子才不可能娶你。 两人这下算是彻底撕破脸了,严素素尖叫一声,直接扑了上去,两人扭打在一起,一场婚礼也变成了二人互相接短的闹剧。 我拉着沈家仪退到门口,看着舞台上狗咬狗的两人,心中并无多少快感,只是觉得可悲,或许他们的感情早就不像当年那样牢固,分开的这些年,颤杂了太多其他因素。 毕竟,违背道德的爱情能有多坚定呢?再次见到严素素时,已经是五年后,看着眼前宝经风霜的脸。 我不由有些震惊,颜素素。 听到自己名字,一身宫庄的颜素素抬起头,可看到我之后,有连忙低头,不是,我不是,您认错人了。 曾经美丽的脸颊已经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岁月痕迹,明明是同龄人,可他看上去好像苍老了十几岁,身上散发着洗衣粉的味道。 曾经那双葱白的手,如今满是皱纹和疤痕,看着他这副模样,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偏偏这时候,他的手机响了,见人下班,那还不回家做饭。 想饿死老子吗? 颜素素唯唯诺诺地答应着,挂断电话,泪水夺矿而出,可以想象到,他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,这时,沈家仪突然上前,塞了几百块到他手里,拿着。 颜素素愣住了,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沈家仪,身旁的女儿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,爸爸妈妈,这个阿姨是谁啊? 颜素素低头,看着我的女儿,苦笑一声,这孩子真好看,跟他妈妈很像。 谢谢阿姨。 女儿甜甜道谢,我笑了笑,拉着妻女的手转身离开,再次见到颜素素,我心中并没有太多波澜。 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,即便说起以前,也只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,也多亏当年那件事,让我下定决心离开颜素素。 不然,我又怎么会遇到沈家仪,也不会拥有现在这般幸福的家庭,许是信有灵犀,我和妻子同时扭头对视一眼,而后微微一笑,愿余生皆可如此,便好。